哦,什么来的?好吧 天平座的朋友在这一个射手座的性欲的影响下 在整个农历十一月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呢,其实跟那个牡羊座 台湾人应该叫牡羊座 我们香港人我们叫白羊座 无论如何 那就是说呢,其实跟他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关系 因为是他的 因为你们天平座,对吧? 台湾人叫天平座 当时好像大陆的朋友他们好像叫天秤座 那我叫天平吧 因为天平在牡羊的对面 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些对共的理论 所以其实就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呢,就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听牡羊的这一期的那个运势 那其实就是说他们呢,会在两个人之间 他就是牡羊会做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他们也会做一些调解,调解员呢 或者一些就是担保人的一些角色 那这个是有关钱的东西的 金钱的东西 那你们天平呢 那你们这一次 这个农历十一月的那个运势 就是说呢,你们不是在两个人中间 反而是你在他的下面 那天平在这个上面 那你要去做一个分配的角色 你要去把你自己的钱去分配给两个人 那如果我们不说钱的话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是关于我们阿阿公的 那阿阿公就不单单是讲那些金钱 其实还可以讲就是你的资源 那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什么资源呢? 那最大的资源当然是青春 我们的时间,OK? 所以呢,资源是包括钱 还有时间 还有最后呢,你身体的尽力 OK? 所以呢,整个农历十一月 你要去把你自己的资源去分配给别人 那这个就是你整个农历十一月 要做的东西 那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很麻烦啊,怎么办? 我要帮这个去办那个 我会不会很忙? 但是不要这样子想 因为我们正所谓就是 私比 比秀更有福,对吧? 私比秀更有福 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 就是,哎呀,我们常常说什么 就是助人为快乐资本,对吧? 所以就是,其实可以帮助别人 是一个福气来的 那不要去太过,嗯,太过计较 太过烦恼,好吧? 那,如果你真的说,哎,我帮别人 其实我也有,我也想有一些回报的话 那,其实可以去趁什么日子 去帮,做那个帮助的那个动作呢? 其实可以,呃,有 那我现在是讲犀利咯,OK? 十二月,December的二十号 二十号 还是这样子,二十号 二十 直到二十四号 OK?二十四号 那,这一段日子里边呢,如果你真的去做那个,呃,帮助别人的角色的话 那你会得到回报的 那起码是你会开心 你会非常非常的开心,OK? 那,呃,我再讲一遍 就是整个农历十一月你要做一个高高在上的角色 你不是好像白羊一样,好像母羊一样 你不会混在他们这里面 你是做一个on top的角色 你是一个organizer OK?你要把你自己的资源分配 分配给起码两个人 就是你会有一些,呃,东西要去想 啊,那我怎么去做这个分配 但是这个就是你整个农历十一月的那个课题 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咯